大家好,歡迎來到炭灘韭菜 本頻道是透過趨勢線型態支撐及壓力的方式來分析個股 100元會員是純粹贊助本頻道 300元會員會在星期三和星期日發布會員影片 會員影片的內容是支撐及壓力個股的分析 大家好,歡迎來到炭灘韭菜 炭灘韭菜,我是Noray 那現在時間是週五的12點50分 又到了我們一週一次的這一個根根復盤挑戰 對,那在上週挑戰結束之後 我們有一個會員,然後就有跟我講說他自己也有訓練 那他有跟我分享哪時候是成功的,然後哪時候是失敗的 那他有總共做了兩次吧 那第一檔是成功者之後面就直接往上走 那也算是一個效率投資吧 就是我們就往盡量的個股啦 能夠抓到從右下角 或者說走平盤然後往上面去走走 往右上角去走的那一種個股是最好的 那當然如果說你有看上一步 就是上禮拜挑戰這個技嘉 你可以發現我前面下了好幾次 好幾次都是這一個 要嘛就是我們能夠比較有技術性的躲過 躲過我們進場點 因為我們就講 技術分析很常是慢慢的虧損 慢慢的虧損,慢慢的虧損 最後把自己的本金全部得虧沒有 那基本面的人就是慢慢的去接 慢慢的接 那可能比如說 從以前的這個航運 兩三百塊慢慢接 接到現在只剩下 可能像萬海剩下五六十塊 然後長龍現在可能回到 可能一百塊左右 對從兩三百然後慢慢的接 接到現在 如果說你資金控管 或是說你當初投入的資金 是OK可以接受 當初可能投入啦 假設全部的資金存了大概十年 壓個幾百萬進去 壓個三百萬好了 壓個三百萬進去 結果呢 直接踏到高點 之後你每個月可能薪水不過才四五萬 那你可能每個月在定期定額 再投進去 你也沒辦法把上面的那一個 超大筆的套牢的這個錢 給壓下來 也壓不下來 所以基本面的人會 會認為一件事情就是 跌下來呢不賣 就不算是輸 對但是這是一個非常可怕的一個境界 那你有錢 你有幾千萬 那完全不想生活 這個 路邊的這個陽春麵 一碗三四十塊 你一樣照樣可以吃 也不用一定要每一餐都吃到什麼 幾百塊的 那當然OK啊 你可能被套 套了一輩子 你還是能夠活得好好的 但是呢 如果說一般的小支組 相信是沒有辦法 所以說我們技術分析 跟基本面分析就是一個 不太一樣的點 那技術分析我們最care就是 你的技術到底夠不夠 你不要學一點皮毛 然後就是一直瘋狂下單 其實之前以前我也是這樣子 所以大家都是慢慢過來的 然後知道自己的目標是什麼就好了 好那 最近像這一週的行情呢 就是一個聲龍百尾 是往下擺 在週四大張 週五大碟上 這個行情下 結束這一週 那我有講我的這個 為時間水利 又回到了上週 好像這一週 完全沒有開盤 因為我沒有去做一個大量的賣出 我覺得說週四 那一根真的還不錯 那之後是有機會往上 所以我並沒有去追高 但是呢 也沒有去賺到 對 只是沒有虧損就很好了 那種感覺 但是啦 行情差的時候我認為還是 需要去做練習 對不能說 欸行情差 像我昨天直播 如果說你有看的話 你知道我講什麼主題吧 我昨天講的主題是 連續虧損 那或者說面對這一個不好的行情 連續虧損 我是不是可以去休息 放鬆一下再回來 那我的答案是給什麼 我答案是給說 如果說你像是我這樣子 比較有紀律 比較有策略的一個操作人 我面臨連續虧損 那我要去判斷的是 我的策略出問題了 還是說是我自己心態崩掉了 對像我昨天復盤的時候 我也覺得說 欸虧錢很不太舒服 但是在看完別人的這個 虧損的這個畢業文 欸虧錢就稍微 平復一些些 對就覺得說 我們就鄉下比較 那是我自己釋懷的一個方式 那你或許 不一定 對所以說 你可不可以休息 可以 但是如果說你是新手的話 你休息的點要在於說 你到底是什麼都不懂 還是說你只是 你懂你知道你的問題出來哪邊 你下一次不會再犯同一個錯誤 其實很簡單啊 其實新手最大的兩個錯誤就是 亂最高還有不停損 就這樣子 對那再來一個進 再來的階段就是這樣 如果說你是基本面派的 你可能就是永遠被套牢 你可能沒有第三個階段 好那 如果說你是技術面派 或甚至是你是充滿面派的話 你們可能會一個點是 我就講技術面派 你可能會一個點是 你已經改過自新 你沒有最高 然後呢你也沒有這個 你也沒有不停損 你都會做 那第三個你會做的事情就是 瘋狂停損 小停損 打掉就走 打掉就走 自己在那邊亂抓你的那個職程 或是說你認為 這一根K棒不能跌破 但其實壓根他的這個 真正的大職程根本不在那邊 那個都是 都是我都是過來的 所以都是知道說那種感受 所以你說 這種行情差的時候 需不需要再認真 更加認真去學習 我是覺得是肯定的 那最近也有想到一句話 就是說 在行情好的時候呢 你要學習虛心 那在行情不好的時候 你要虛心學習 那學習虛心就是 你不要太張望 然後你不要到處PO對方 但是說自己超屌超厲害 我是少年古神 這樣子 那在行情不好的時候 虛心學習什麼 你要有一個敬畏的心 對於市場 市場就是對於市場 有一個敬畏的心 然後虛心下來之後 去學習更多的一個操作方法 或者就是說 我們就是敬畏市場 虛心的學習 對那 這句話送給大家 那我們就來講一下 我們今天的這個部分 那 上週的部分 我因為我沒有太多 去念我的這個策略 對我們就跳過 那我們這一週也是 對沒有太多去講 然後大家自己有興趣自己暫停 因為每次都是念同樣的東西 然後我比較關注一點是 應該說我們要講策略 我們要講的這個挑戰的方式 然後是第一點 然後再來是第二點 然後有 然後第三點這樣 應該其實這樣大部分都OK 就是說我會用隨機的數字 挑一檔台股 然後拉這個線圖 拉到剛上次 那基本上剛上次的日子 都是在2005年 所以也不太需要看 大部分都是啦 因為它的線圖是更新到那邊 然後一根一根加速去看這個日線 然後並操作 算是一個模擬的感覺 那 建倉後呢 試著能放多久都放多久 對 然後接下來的話 就是我們用一筆單 假設啦 一筆單是100萬 然後第二筆單200萬放 總共300萬的資金呢 就是去做操作 對 再來的話第四點蠻重要 這我更改一下 我的策略 就是我之前的策略是 賣一半 那當然賣一半也OK 但是後來我會覺得說 就是每一次到達第一個 比如說10% 到達第一個10% 我就去賣掉一半的話 好像就會有點 把後面的利潤都給 放棄掉的感覺 這變成說我們第一筆單 要下得非常非常大 對 所以我後面就有一個更改說 我們的這個 認為的壓力的這個部分呢 我賣掉30% 應該說 33.3%啦 就是100 假裝用100萬去算的話 是33.3萬這樣子 那如果說是用300萬 那當然就直接是100 這樣子 OK 那我們開始吧 我們就用這個按一下 那我們就打這個 我們就只做台股 然後必須要有成交量 會比較好 看一下 Leak 這個感覺就很冷 看一下有沒有成交量 日均量至少要1000張以上 不會那 他是沒有的 所以我們就 就抓下一檔 2869 有沒有 應該沒有 是 其實原先我有點想說 要不要直接挑那個強勢符來去做 但是又覺得說 會不會大家覺得說是造假 所以說我們就交給這個吧 那高橋 我看一下喔 這個日均量 我拉到前面看一下 這以前日均量只有 蠻少 這只有 不到100張 然後我們跳過 9612 這邊大家可以加速看 如果你自己練習其實就 不太需要這樣子啦 你就直接去 你就直接挑一檔個股就好了 不太需要像我這樣 因為我們只是想要證明說 我不是在造假 那我們的方式其實 呃 自己一張你看過了 應該也不會覺得是造假 因為其實還是有虧損 對 然後還有我去講解的這個 一系列的 為什麼要下單啊 為什麼不下單 的一些過程 自己訓練的話 其實就挑一檔吧 喔 甜心 甜心有嗎 9000張 200張 500張 拉到前面看一下 100張 好這個也略過 基本上應該只有電子股 比較有機會 會不會到最後都 沒有 感情上也不是不可能 也是不好找的 還是我們在 在 這個檔應該有 在75 58 62 5826 好再 再個5次 再個5次沒有 我們就直接 我看我們直接從這邊調好了 調這些好了 但也不知道怎麼調右邊 上尾頭痛 應該有 這個應該有 這是做鋒利的嗎 這個 這個也是死好死壞 而且我這樣一拉都拉到頂 底部了 這邊是死好死壞 有300張 100到200張的 技術線型也不知道太漂亮 對 好吧 我們 我們挑 不然我們來試著做這個 大牛股好了 因為我已經 我記得在上 欸上上禮拜好像是講華碩是不是 然後上禮拜是講技嘉 那我們就來看一下偽創廣達這些好了 偽創廣達然後 然後 這些去 隨便挑一檔好了 偽創多少 3231 282382 晶圓電子 2449 廣民 6188 廣民 不知道有沒有量 也是近期才超級很 2301 這以前應該都是大牛股啦 因為我也沒有到很參與很久很久以前 好 那我現在按下去 這個 出現的那個 這左邊有6檔 這個 其中一個數字 那我就分級它 2382 2382 2382是 廣達是不是 對 好 那我們今天就來講廣達 好 那我會切到最前面 應該是2005年 8月 不然我沒有 看一下 唉唷 OK 到了 那 好 那現在因為我只看到這張 我們就看到這一張 所以我們就從這邊開始 那時間的最前面是 2005年的6月30號 對 然後它在 這個是看完上部 上一部影片的時候 你還知道 2005年的 9月16號 9月26號 OK 等一下喔 OK 回來了 開個窗戶 我們要前面的這個 成交量也夠啦 OK 那我們就直接開始吧 我們從這張圖開始 然後我拉 拉到 右邊這一根看得到 那大家自己要練習的時候 大家可以按 這樣子啦 就是用鍵 這個鍵盤去按 然後你要點一下這個畫面 然後這樣點 就不會去 受殘 然後 拉錯這樣 OK 那我們就 我們就開始吧 那時間多久 花15分鐘了 趕快 我們先 看到這張圖的時候 你會發現說整個趨勢是這樣往下 所以說 你可以做的就是 先畫一條 下張趨勢線 對 那你就知道說整體的趨勢是在往下 那之前其實 我有看一本書 對也是國外的一個研究 就是他們在討論這個 隨機漫步 這個理論 就是不是有一本書叫做 漫步華爾街 裡面有講到嗎 那本書我是沒有看 我是看其他的 在講量化交易的 那裡面的內容是說 其實他們各個做量化交易的一些 算是數學家 他們有去經過一些測試 就是 股價呢 在往下走的時候 其實 它下跌的 下跌的趴數 我先不要講機率好了 它下跌的趴數會 因為高於正在上漲的 大家懂我意思嗎 就是說 我們要順勢而為 左下右上的個股 那再往上面漲的 那你就是持續去做多 那才是一個比較順勢而為 而且是 他裡面講一個理論 我也忘記這個理論叫什麼 反正就是 他說呢 就是 在各方面 假設是 有人基本面 有些人是 從往面 有些人是技術面 那大家啦 基本上看一打 在往右上角走的個股 都會有一種預期心理式 它還會再上漲 所以就覺得說 大家會想要去賺一些漏洞 想說 我現在買價格 肯定比別人還更便宜 就是這種感覺 那 下跌的個股 反過來也是一樣 就是他覺得說 他還會再下跌 所以說 整體的那種 趨勢就會 再把它給往下去 竄 所以說 再看他這種 圖的時候 基本上先花一條下山群線 解決 如果說 我在挑選個股 我在挑選會員個股的時候 看到這種個股 我會直接pass掉 我就直接不理他了 對因為 這種下跌的個股 其實沒什麼好操作 他就是一個很左側的交易 你看喔 像上一次的技嘉 哇他從10 我忘記他價格 不過他從10塊錢還可以跌 跌破10塊到9塊 8塊 7塊 就好像是最低到6塊7塊 所以這個我都無法想像 其實那時候我腦袋其實有一種 預設的心理是 他會往上 但沒想到我在分析的過程當中 他還是往下 對所以 我們這次不要任何分析 我們就線論線 他的趨勢線 他目前就是正在往下行 所以你也不用 太過於去care說 他一定會怎麼樣 好那我們畫相趨勢線呢 我之前有講 相趨勢線這種東西 其實是 大家都會講線線 他昨天講啊 就是說 有人在那邊討論說什麼 那個 最近很流行叫什麼 三道猴子嘛 然後就有人在討論 三道猴子的一神 然後就有人在講說是 線線的一神 對 不知道誰現在要寫一個這樣的故事 我是沒有到那麼淒慘 所以我可能寫不出來 OK 那大致上去畫了這樣子 那可以發現說 整體的相趨勢線壓抑著 然後還有 這個 支撐線 所以目前 對於我來講 這樣子形成了一個類似像 三角收斂的格局 那我一定等待 15元這個地方 做一個插身或破底翻 我才會有興趣 好那我們就往右邊看過去吧 那我們這邊再補一條線 補一條平行線 平行的壓力線 這裡應該是沒有 這個 這裡吧 17元 那我們繼續看右下角 好 OK 那突破了 那在一般的這個技術分析的教科書 會說 我突破就追 但是我復盤到後面 我發現說 這件事情 追這件事情也是非常的 難做的 所以說 我的話會等在17塊 給突破回後的指紋 那我再做 尤其他 又是這樣向下的一個空間 向下去走 那這個地方應該會有一個新的 那 這個地方會有一個突破的一個位子 那這個16.2的位子我可不可以考慮 可以 但是我們要先界定 我們要先去知道說 這一層是大 大支撐 大壓力 那這一層是大支撐 中間的過程都是小的 對 中間過程都是小的 那其實要怎麼去界定大和小 這件事情 其實我覺得需要 透過復盤啊 你比較會知道 對 那算是我的經驗法則這樣子 好 那我們繼續看下去吧 如果說突破 如果說在16.2呢 有一個差重破的地方 而且是 就是要把這個低點 15.85這個地方給砸破 再拉回去16.2以上 我才會做進場 否則我這個地方就pass 加再來的話 17塊這個地方 必須突破 回後做指紋 至少兩天 繼續看吧 那他這邊卡住了 但是一樣 我就不考慮了 因為我認為啦 我認為說這個地方 這一層也是壓力 那16.2去進場 可不可以 可以啊 但是呢 他拉到這個地方就 這假設好放這邊做停損 這地方當作盈利 當作停利 但是整體的盈虧比 我覺得我自己個人是不太喜歡 所以我就判掉 好 現在砸了 然後 可以看到喔 這個低點是15.85 然後這邊的低點是15.8 有沒有砸破 有 砸破之後抽一根小小的下影線 但是仍然沒有辦法去 仍然還沒有看到他站上16.2 還沒有站上這一層的支撐 的時候 就不要去做進場 那往下跳了 所以說 我們逃過了一次嘛 我們認定尾的 我們做什麼 避開好了 避開揮損 一次 因為很多人呢 會 或是說以前的我也會 只是我會覺得說 支撐到了 那就考慮 但是沒有去想太多 沒有去想太多 那剛剛講 這一層是小的 那我們這個地方 我們這個東西我們就持續去做關注吧 好 那繼續看下去吧 這裡這個地方也有可能喔 這個地方也有可能其實能支撐 你看他怎麼那麼多支撐 對吧 所以說你如果說不去界定 這個到底是大支撐還是小支撐的時候 你很容易就失敗 當然其實有時候界定呢 這並非我們界定 是主力去界定的 所以我們只能說 我們的圖 要到最後 我們不是藝術家 我們算是 模仿吧 模仿家之類的 我們要模仿 很像陵木啦 就是說比如說我現在畫一幅這個範谷的星空 那我不能去 再去創作一幅畫叫做夜空嘛 我們只要畫範谷的星空 因為範谷就是一個最大的 那主力就是我們最大的 所以說我們畫線 有點像在陵木 我們要學這一個主力去畫他想要畫的圖 那我們所以說 當然我們在操作過程當中 很常可能會遇到說 支撐壓力的改變 這一定是會遇到 再來就是像我現在抓的大支撐小支撐 有可能我也會看錯 對所以這都不一定 對這都不一定 那但是就是 要透過覆盤 經驗法則 經驗法則 我們繼續看下去吧 那要灌破了嘛 所以你看喔 這地方我沒有特別說明 所以我就不加了 反正就是說 這地方會不會有人進場 我相信 一開始學會支撐壓力的人會 因為其實這邊很明顯 拉過來 撐了好幾天 一天兩天三天四天五天 然後你直接去接的話 爆掉 所以說 基本上如果這個是超新手的話 我可以避開兩次 我可以起二 但是我剛剛沒有特別講 所以我們就放這樣 那現在目前呢 15塊這個位置又怎樣 又疊回到下降趨勢線 不過我們下降趨勢線 或許可以做一些調整 我們來看一下喔 不是很喜歡 我看一下調整到這裡 這樣子 拉到了 就是我自己手探 我們拉到剛剛那 我剛才想在哪一區吧 OK 那我們拉到這一根 OK 那拉到這一根 是不是比較明顯一點 是他突破之後呢 上一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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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啪 往下點 所以我們可以去做出這個 相趨勢線的一個調整 就是去 去領目嘛 去看看主力到底他 怎麼去畫 這是很重要的事情 所以說他的相趨勢 原本是一個大的 現在變成一個扁扁的 原本是一個很寬的 但是現在變成扁扁的 然後我們現在去看 目前我會想要下的單 只有15塊的雜貨 並且拉回 不然其他的話 就沒有了 目前來看的話 那現在到附近 但是我就不理他 那就算上去我也不理他 你可以覺得我做錯 沒關係 但是 就是 就是 避開虧損 但有可能會 去措施良機 措施良機 然後他上漲 那我就是沒有去進場到 底部的這筆單 但是我覺得 無所謂 我會覺得無所謂啦 因為我覺得 增加勝率才是我的一個法則 那他這一根 是上漲7% 就是之前的7% 是漲停半 在這個2006年的2月2號 我記得好像 我不知道他的KPOP 好像都是錯的 到2 因為他在 這個什麼 那個應該是 青春開紅盤的第一天的時候 他都會漲 然後後面就會 我記得下一個人都會點 對 很奇怪 我不知道是 Chainview的錯嗎 好像是吧 應該是他那個系統 有點問題 對 所以我做了好幾次 三次四次五次 然後發現說 每一次都這樣 所以我其實也在想說 這根KPOP到底意義何在 還是說其實真的是 這樣子啦 就是 2月2號都是大漲 然後呢 2月3號都是大點 這有可能發生 對有可能 就像週四嘛 如果說你再過個半年 問這個新手投資人說 你知不知道這個 這禮拜的週四 這個8月24號是大漲 所以8月25號就大跌 因為遇過這種行情 他會說為什麼會遇到這樣的行情 對不對 就像台積電直接跳空漲十幾塊 然後週五呢 台積電直接跳空跌了 16塊吧 還是15塊 那目前呢 還是要遵照原先的計畫 就是15塊的一個 差增或是 或幾塊 那上去就算了 上去就算了 好 那碰到16.2 對 又反覆再碰到一次 所以說我們畫相趨線是不是 就有點像 所以你說我畫線很強 你不如說我是一個 很為陵墓的人 陵墓這個真正的畫師 真正的畫師 就是我們的主力大大 好 那突破了 那突破這一層 嗯 我想一下 好啦 算他還沒突破 像這樣比較明顯 也比較算突破 好 那現在 呃現在的話 他越過相趨線 我覺得他會是一個不錯的蛋 但是呢 我就是一樣 16.2這一層 我會去等待 他看他們機會跌破 2月16號 或是向下去 呃 插針 那我再考慮 不然我就等待 17塊的突破 並且質問 這樣子 那17塊明顯有壓力 這是我們去 需要去check的點 我很常在副盤裡面說 我們看不懂的時候 我們就再多等幾個K棒 就是 知道說主力到底在幹嘛 我們再疊 那疊到這邊一樣 就不理他 疊破了 所以說你看 我們剛剛說什麼 我們剛剛說的是 呃 假設你每一次 假設好 這個這樣的線圖 會不會有人畫出來 我認為會 但是呢 在我們判斷大小大 這個支撐壓力的結構裡面的時候 咦 我們剛剛說要等待 16.2的地方去插針 但他直接疊破了 所以說 我們在這根沒進場 咦我們要逃過一次 這算是逃過一次 我們要逃過一次 這個避開這個揮損 對 這是相當重要的 如果假設我們剛剛是 300這進去 然後沒筆都是虧 最低限額的3%的話 那其實相當於虧了 -18萬了 對啊 那我們繼續看下去吧 這個 漲漲咧咧的 好那 這個剛剛抽回來 只都沒下降機會 夠無聊的 這是什麼 畫一個門是不是 是不是很像一個中文字 畫一個門 然後上漲 那這邊算不算一個破底翻 我覺得算是 我覺得算是一個破底翻 就是原先的支撐在這裡 然後這邊算是一個破底翻 就是我講的 插針或破底翻 插中文字 就是我們的這個 挑戰裡面有寫 就是說 曾經有假突破 那再次突破 是為破底翻進場 跟這個很像 或是說這一層 小支撐 做破底翻或是插針 它是破底翻 但是它的價格 到了16.45 然後呢 我們去細算一下 假設 假設呢 我在這邊進場 那五的停順點 應該放哪邊比較合理 假設我放在這裡 是3%的虧損 然後呢 拉上去到這裡 整個比例上 並沒有到1-1 整個比例上 沒有到1-1 比例上有到1-1 然後但是呢 它的盈虧 應該說盈虧比 還不到1-2 還不到1-2 就是它負可能 就是大致上抓3% 然後呢 它賺呢 並沒有辦法去賺到6% 所以說這個地方 你就要去思考 這個地方的盈虧比不好 那我原先有 比如說我剛剛是說300 那我是要進場 還是不進場 這件事情其實要交給大家自己去做決定 那我們這邊的話 我思考一下 算了喔 我們還是不要進場 我們等待 我覺得我還是比較偏 比照辦理 我在 在做這種低檔股的策略好了 我還是比照辦理好了 那基本上我會比較期待 是突破最大的壓力17塊 所以我還是在理數 我目前的想法是這樣 那這邊原本我剛剛設想的是 我先丟100 那如果說 就是掉下來可能也不要做任何加碼 就是100 然後去賭它的這一個 漲疊啦 那現在想想算了 OKOK 那這一根 5亮點 然後-1.11% 我不知道是怎樣 這邊還在點 然後要有反壓嘛 所以很明顯 16.2絕對絕對是支撐或是壓力 支撐壓力線啦 這邊有支撐嘛 壓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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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往上走 中間這一層就比較難做 所以我才會講說什麼 小資金啊 盡量 右側交易 小資金盡量右側交易 什麼叫做右側交易 右側交易就是 17塊這一層突破 才是真正的右側交易 17塊 對這層突破才是真正的 那我剛剛進場有沒有輸 其實不會輸 因為停損放這裡嘛 然後就算砸下來 欸 無關痛癢 沒有感覺 因為還沒達到我停損 完全不痛 或者是說我在一層我覺得說 可能會成功 可能會失敗的一個位置呢 我就放一個比較小比 小比例的支撐 但是我想說還是比照 我在現實 此時此刻做的操作的話 那其實 理論上我是直接不會做進場 我會等他17塊的突破 我們繼續看 好 他往上走了 然後到達了16.9 大概沒突破 所以我們繼續看下去 好 這個地方又來做測試 那對於我來講 相當好 對於越多的測試代表說 這個地方 測試這個壓力能夠去突破的話 一定是最好的 對所以我們就去等 好 那他直接砸 他直接砸下去 好那就 繼續看下去吧 OK 好 那終於 迎來的第一根 可能是突破K 但是他其實收盤 講真的啦 收的不是特別好 如果說我把這邊抬高的話 其實說老實講 他這個地方還是壓制住 所以就看他後面那根K棒 後面那根 這根K棒啦 我才認定為他是真正的 意義上的一個突破 好 那現在時時時刻就是在等待 這樣的圖形 突破之後 回測 直穩 我們現在已經做了這一個地方了 到這裡了 那突破直穩 直穩了 直穩了才有機會往上走 所以我們現在等待 下一根K棒 下一根K棒如果有到達 17塊這個地方 去做收下影線的話 那我會考慮 但是如果說收的太高 比如說收盤收到17.5的話 我可能 以現實 現實中 我真的很有興趣的話 我會先打 一點點資金進去 然後等待他再次回到17元 那如果說以現在的話 應該也是一樣 因為也是有這種操作方法 所以我們看下一根 OK 那下一根 如期的往上走 但是沒有做測試 沒有做17塊的測試 所以我繼續等待 有可能後面就直接往上飛 好那有可能今天我完全沒下到蛋 但是呢 我們沒下到蛋 也躲過了兩隻鬼損 當然啦 剛剛最高名的應該是這一根的破底翻 我就進場 然後我現在呢 是賺錢的狀態 但是我覺得 就算了吧 這張 繼續看 如果說到17元做直穩的話 我們再考慮 OK 那這個 最低到17.1 然後做收在17.3 那這個地方 就要考慮看看 因為他有往下去差一點點 那我們常講是說 假設啦 那17塊嘛 是支撐 那他是到17.1 差兩檔價格 因為是一檔是0.05嘛 兩檔價格 那這種兩檔價格跟100塊是支撐 然後到達支撐101一樣 因為 在過100塊之後的價格的跳動 一檔是0.5這樣子 所以說 一樣的意思 一樣的意思 就是說17.1跟100還有101的意思是一樣的 就是說有接近 那已經算是有點算是測試 然後往上拉 我看一下是不是比較亮 很久沒有看 好那 這一根章的話 我個人覺得是可以考慮 那再考 再更進階一點的考慮 就是我要去思考 我這筆彈的停損點 假設我真的在這個位置呢 好 在這個17 說說在哪裡 17.3的位置 好那我要下全部嗎 還是說我下一點點這樣子 那目前來說的話 3月28號的低點 16.7這個位置 最低點16.7的位置 差不多剛好3%的虧損 差不多啦 差不多剛好3%的虧損 那這個3%的虧損 我可以接受嗎 可以吧 因為我們都是講說 這個停損點呢 停損的這個位置 一定用日K去判斷 然後也用K方去判斷的話 停損是抓3到5% 那你就合理嗎 我自己覺得還OK 那看一下它的成交量 你看成交量也是有推升上去 所以我以16.7的價格 然後往下抓個兩檔 兩檔價格 比如說到16.6 16.6我才會把這筆彈給這個停損掉 所以目前我蠻有興趣的 在這個位置去考慮 那接下來我們看一下下一層壓力 現在的壓力也是蠻重要 就是說你能夠拉到哪邊 那那邊可能會形成壓力 像目前看起來是18.2 因為它本身就是比較扭一點點 以前可能看起來還沒有 但是現在是 應該說現在不可能說 有的時候它很扭 不過以前真的確實還蠻扭 那拉上來呢 我們看一下它的 它的%數也不大 然後它的%數也不大 然後變成說我們現在贏迴比剛好 剛好差不多是1.2 而且是大 大的這個壓力被突破 我們剛剛講的 如果說我在這個小空間裡面去做 我可能真的頂多只能裝在這裡 但是呢 我們現在做的是 這一層底部 大的壓力 然後將來是 更高機率是能夠去翻上去的 那是不一樣的格局 所以我才會說 突破大壓力 再去做突破回後的支撐 會比較簡單 跟你做小支撐 可能真的在這邊震啊震 震到這裡 搞不好這一根 對3月21號這根下殺 這根拉的上一根下殺 之後就真的一去不復返 掉到15塊 會不會有機會 有 但是我們很簡單看底部的一個形態 成功的 成功的突破到這裡 17塊這個地方 那這個地方是不是才是一個真正的 比如說是 你不管說是最效率投資的地方 或者說它是一個勝率較高的地方 我都同意啊 那就是我一個看盤的一個感受 所以我會蠻有興趣在這個地方呢 我就把300萬直接進去 然後呢停損是在這個 往下抓兩檔價格 16.6 如果真的跌破的話就做 那第一筆單的停力呢 我會放在 大陣抓齁 我18.2 18.25 18.3 18.3 好那我放18.2 然後賣掉30% 這樣子 好那我們去看一下 下面的單成功還是失敗 那它往下跳了齁 那往下跳呢 現在呢就等待了 搞不好真的就會打停損 搞不好真的就會打停損 好那它又往下跌齁 好那這個地方是到達16.7 然後我們設定的是 16.6 大概是3%的虧損 OK那往上跳齁 往上跳 我們繼續看吧 可以往下點 喔 掌點板 好那 算是蠻幸運的啦 那你看齁 呃我們 我的策略啦 大家看一下我的策略 我剛剛有想要下的兩筆單 第一筆單在哪邊 線有點亂齁 我們把這個程度上關掉 我們剛剛第一筆單 要下是在這裡 那假設我下的話 我停損放這裡 是不是不會失敗 只是我認為這一層到這一層的銀貝比 太爛 所以我不太很傷 但是也是成功 那再來這一筆呢 我的停損點放在這裡 停損點放在這裡 然後往下抓兩倒 不要完全平的價格 你看齁 這低點是16.7 那這個低點也是16.7 如果說你設定也是16.7的話 點到你整個智慧單馬上就出場 那就沒有意思了 你後面這個掌停板就賺不到 對 所以說 大概的意思就是這樣 那它在18.1掌停 其實有時候我蠻喜歡賣那掌停板 然後會賣的比例可能是 一點點 因為其實我自己本身就是 不太喜歡看那個開盤價 所以開盤價是會一個很震彈的價格 我自己不太喜歡看那種開盤價 然後去做出場 當然其實掌停板我們預期心裡是 它後面還會再上去 這樣子 對那我思考一下 這地方賣掉百分之多少 因為它掌停板價格是18.1 那我們的那個 我們剛剛說它停立的價格是18.2 我看一下它的 是不是無量的跳 所以我看它隔壁梗 隔壁梗會讓我 隔壁梗看起來是瘦黑的 對好吧 那我既然已經看到隔壁梗了 看我們這個地方就先賣掉 那這個地方可能就賣掉百分之 一樣賣掉百分之三十吧 百分之三十 因為可能隔壁梗是跳空 然後往下殺 因為其實我不太知道它那個 陳雕欄的紅K 綠K 有可能是開高走低的磐石 有可能可以賣在更高點的說明 但是 我們就照著策略去走吧 然後我們的300的 我們先算%數吧 這裡 然後 拉到 這裡 這裡 差不多是5.7%好了 不到6 不到6 沒有沒有沒有更低一點 這裡到這裡到底多少 算5 5 5.5 所以說我們第一筆彈的百分之三十 一百 一百萬了 然後乘上 那就是5.5萬 然後 剩餘還有 剩餘還有 剩兩百 我就把它打清楚好了 OK 那 我們現在要來 因為我們不知道後面好像康琴如何啦 那我們現在就要試著去 建倉後試著能放多久之後放多久 好 那我來講一下 假設它後面疊下來 我應該在哪邊除掉 因為我的成本在這裡嘛 那我自己心目中的想法是 如果啦 我現在會切出這個 日均線去看 當然我不知道下一個如何 那我如果說待會直接砸下來 然後 疊到這個我的這個價格的話 我的這個成本價格的話 我就全出 大概算就是落在這個17.3吧 17.3的話我會全出 對 不過通常掌均線應該是能夠續漲才對 那它確實是開高走低 我剛剛如果留到 開盤再賣的話 可以賺比較多 不過就 我也沒有到很care 那現在看一下 我就會用這個五日均線看 哪一天疊破五日均線呢 我會考慮 因為其實基本上 是能夠考慮的 所以說它直接灌殺到疊停 就像我在 昨天這個直播裡面講 或是我之前講過的 像那個國頭 還有 喬威 和漢雲博 他們三檔都是我在底庭榜的時候 把它全部賣掉 但是我的價格其實買得很好 都是有賺錢 但是就是把它賣掉這樣子 好我們看五日均線吧 好那 這一天打到五日均線然後往上彎 然後我們就要去思考說 它後面到底能不能上漲 那我自己心中的預想是說 我還是到達17.3的時候 再把全部都賣掉 那我可能這筆單只獲利5.5這樣子 對 因為我的期望還是它能夠續漲 好那它現在要漲過去了 好不做加碼啦 所以我們繼續看好了 好那它拉出去了 拉出去之後呢 你就可以 看K棒 或者是看五日均線 那看K棒怎麼看 比如說 它現在呢 拉上去嘛 沒有爆炸亮那比較難看 那變成說 它拉上去之後它有到 現在這個最低點是18.55 而且這邊形成了 跟隔壁根 跟隔壁根的這個高點18.4 0.15的一個缺口 那這個缺口 變成說它應該理論上 形成一個支撐 對 所以你可以把 比如說你會放到說到 18.4 比如說跌到18.3 你往下抓到兩檔 那跌到18.3 你就全出 這樣要把獲利全部拿下來 剩下兩百萬 全部賣掉的話 都大概5.5% 大概5.5%的話 差不多就是十多萬這樣子 其實也是大概兩週吧 兩週就大概賺了 因為它本身個股的趴數不多 所以這檔用趴數去算好像蠻奇怪 只是它值錢 對 那浮動版就比較小 所以現在比較大一點 我們繼續看吧 如果說它跌破 我就均選我再賣 就比較簡單一點 因為這也不是實際操盤 所以我就簡單一點輕鬆應對一下 然後如果它跌破這一個 現在要更改一下 如果它跌破這個低點17.8 往下抓兩檔 那如果說跌破的話 我就全出 這樣子 繼續看吧 好 那又再次碰到了 又再次碰到了 有可能這邊向下彎 可能彎到18.25去做回撤什麼 都有可能 對 OK 那掉下來 那砸 砸下來了 那我剛剛原本 之前的話一筆單會在這個地方去賣 不過我想說那我就持續去放 所以說我會 剛剛講17.8的地方 然後去 這一個 往下抓兩檔去賣出 那變成說我們需要去 細心的討論一個問題 就是說 買股票 大家都會賣 那怎麼賣呢 才能夠更好 像我剛剛是期待 比如說它現在價格 剛剛在跌破這個五日均線的時候 其實價格收盤收在 18.6 但是我不確定18.6 我認為價格可能會到 19 以上 可能到20 21 22 23 24 25 更高更高的地方 所以我選擇不賣掉 我選擇用剩餘的200萬去賭 那剛剛這個地方我用剩餘的200萬去賣 30%可不可以 也是可以的 因為呢 我們就是說 每一個地方呢 我們都稍微減碼 但是呢 減到後面你的資金比例就變得很小 所以說 我們盡量的去爆 我現在改變一個思維 就是我 看我能不能夠盡量去爆一個長線 那 爆到長線的話 我就再試一次 所以會盡量以這個方向去做 就是我讓我的 成本都能夠低一點 然後獲利都能夠拉到一個 它怎麼漲怎麼跌 都不會影響到我心情的一個地方 當然就是這種兩種策略 一種是這個地方本來就應該賣 4月21號本來就應該賣 疊負我日均線嘛 那一種是我覺得我就沒差 好了讓他放 但現在看起來的話 是剛剛賣會更好 剛剛的18.6這個價格更好嘛 那我目前呢 我如果說他到達17.8 往下抓兩檔 17.6 17.7 點到的話我就全不出 OK 那我們剛剛實行沒有一個很細細細的討論說 我把這個關掉 我們剛剛沒有細細的討論說 欸這一層支撐到 這層壓力到底如何 所以其實現在我也還是有點看不太出來 那支撐到好像看起來 目前啊 我感覺他是撐在18塊 就是他沒有在看左邊 左邊的高點是多少 18.3嘛 18.3 那但有一個人也是因為他 左邊這邊是還沒有亮的時候 所以所以 目前看起來是在18 喝口水 OK那 我們錄了49分鐘 我們就把這筆單給結束 然後我們就這部影片做個ending 我們看什麼時候能夠去 全部賣光 然後我們剛剛講兩個策略嘛 一個策略是我們剛剛這地方再賣掉30% 然後這個策略是 我就200萬就放了 那我現在只行後面的策略 因為我想要實行的就是 能放多久放多久 並且能夠把獲利拉出去 這是兩種策略啊 那這兩種策略我覺得沒有 並沒有好 跟並沒有壞 我覺得他是差不多的東西 只是說你到最後呢 到底哪個可以賺比較多錢 我覺得 還是要看這張個股到底行不行 對 好 那繼續下去 看起來搖搖欲墜 高點抓一下 好那往下點 那基本上這一根啊 就全出了 所以我們這一筆單 也就到這個地方結束了 而且他這一根蠻有那種 浴室異異味 對就是想要告訴大家說 我跳空開滴 開在18.05之後 直接往下去收 對 所以我們大致上 這個多少啊 17.6應該也沒有到幾% 這個有點難拉 拉不到那裡 這個 欸 差不多可以剛好 欸剛好 2.89% 2.9% 2.8% 2.9% 2.8% 好,這是說最後的兩版 10上0.0...0....0...0...2...3...8喔 5.6% 所以我們做了這個 總共去... 就是想要動腦袋 11.11 6-1 這樣子 這樣子,所以說 打個打上去就好了 所以最後總Total算了11.1 那其實在中間的過程 假設剛剛那時候在這一根去賣掉30%的話 我們稍微計算一下 30% 0.333 66.6啊,66.6 那個位置 大致上是6.5%吧 沒有,沒有,沒有那麼少喔 大致上可以到 這個位置應該是 8%左右吧 差不多啦,8%左右 乘上多少 0.08 5.328 5.328 那5.328的話其實就已經追趕上這一個了 我們剛剛是5.5嘛 那我們最後這比單是只有剩5.6 但是這個高點賣的話是5.328 然後如果說是剩下的那時候是200-66.6 剩餘的133.4 乘上0.028 3.7然後加上剛剛的5.32 剛剛的5.5 總共是14啦 多出了 也不多啦 因為他本身趴數不多 但多出了大概3.4 多出了3.4萬 如果說我們執行剛剛那個策略的話 打帶跑的感覺 那就是能夠去獲得 就是幣 他這個策略呢再多一點 但是如果說後面行情不是有卡住 然後他是往上噴的話 那我相信我執行了我的這個策略就是 就是我到這個地方我仍然不賣 我就先賣一筆 那後面就是怎麼樣跑 我會希望他越跑越高的 那樣的一個方式的話 其實這個策略是贏的 所以就變成說兩個策略 看你要怎麼去執行 那我相信大部分應該比較適合後面的策略 對因為看到錢入到口袋裡面 應該比較安心一點 而且如果說以盤式不好的話 我覺得兩個策略是需要做切換的 如果說像現在只是個大盤不好的話 其實切換成另外一個策略比較好 甚至 甚至現在切換成什麼策略比較好 我們現在的策略是 賣掉33%就是1% 那其實可以改回去 現在的行情應該可以改回去 賣掉50% 就是賣掉一半 先那個獲利 入袋為安再說 對所以 目前這樣子 那他的 算是我們總共 我們這筆單如果說有 那時候下的話是勝利 然後我們避開了兩次虧損 然後做了一個 我認為是不錯的單 然後賺錢 所以其實老實講 我們總共會有個 四次下單機會 躲過兩次 然後一次沒有下 因為我覺得在現實生活中可能 我也未必會下 對所以這個就不算 然後下了一筆成功的單 就這樣子 對這是我目前的一個 今天的挑戰 就是在每一個階段 每一個過程都有稍微的 也不算很全面 就是稍微去講解一下我的一個經驗 這個都是一些復盤來的經驗 大家這樣就這樣吧 對然後 老實講 如果說哪一天 像之前 像剛剛如果說我到這地方 我才下單的話 或許我的策略就不會說我想要放 我可能就是這邊慢一點 然後這邊呢 可能就全部賣掉 或是說這邊我就等待這根一樣 等待這根停順 對所以假設我建倉建在這個地方的話 可能這個地方就會慢一點 對然後這個地方去做這個 就不理他了 那可能這一筆大概應該是會小賠 或是小賺 對我沒有 我們這邊就 不再去跟大家做太多的解釋 好 那今天的影片就 大概到這裡吧 那後面持續往下跌了嘛 對不對 然後又回來卡17塊 17塊守不住就往下跌了 算是蠻幸運的吧 算是蠻幸運的 就沒有去參與到後面這一段了 對啊不然有可能 我到這地方可能還會有興趣 有可能 講真的是有可能的 好那就這樣吧 謝謝大家 掰掰 今天的影片就先到這裡 接下來會不定期更新 喜歡這部影片的內容 請訂閱及分享 再次感謝大家 那我們下個影片再見 1 1 3